辛普森一家有多惨 竟需要鸟来投喂 虫子吃多了 就会变成基尼太美 猴沫这个杀镖 竟把蛋给做碎了 还不忘尝尝味道 一家人被做成飞镖 个个都能成功上把 只有猴沫胖得哪都上不去 他还想一人独占沙发 一家人直接坐到猴沫身上 辛普森很崇拜消防员 学着他们的下楼方式 猴沫却胖得下不来 打印机把一家人打印出来 就连机器也被猴沫卡住 他每天都胡吃海塞 巴特偷走了老爸的啤酒 把酒扔到了后院的电线杆上 猴沫正吃得起劲 才发现啤酒竟挂在窗外 他气得冲到外面 尝试爬到树上去钩 为了喝酒 他不惜挺而走险 没想到这上面还有电 猴沫尝试了无数次 直到天都黑了 他挺着大肚子 依旧不放弃 还尝试着直接喝 就这样一次次的触电 导致附近的电线开始短路 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 最终陷入到一片漆黑 辛普森穿越到我的世界 身体突然炸了 巴特抄完黑板回家 刚往常一样踩在老爸车上 他竟然摔死了 这导致丽莎也一头栽到墙上 下一秒 马基带着小麦回家 直接把猴沫给装死了 杀手还在家等着他们 巴特死后变成虚拟人 重复往日的生活 悲催的猴沫在游戏中也要上班 马基带着小麦逛超市 竟把女儿当成商品扫码 幸好被收银员装进购物袋 丽莎眼中的电子鹰鹤立鸡群 被老师赶出教室 猴沫下班扔了燃料棒 被巴特捡走 游戏中的他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小麦的驾驶技术也变得一流 车种飘移过弯 这次再也没有失误 一家人都安全抵达 只有猴沫是地狱难度 再次被母女俩追着跑 一家人幸福地活在虚拟世界 每天到处闲逛 这里完全还原了春田镇 日常的任务就是过各种关卡 到家就算顺利通关 我们下期见